《E-B-N-F》 這是什麼? 這個品牌叫MB&F 聰明的地方 每一件作品都會加上一個很動聽 或者很有趣的故事 人類拿著太空雪去找一個行星 是否合適人類居住 誰知在途中回到地球的時候 他不小心進入了一個黑洞 就發生了時間上的扭曲 令到這個太空船跌入了一個恐龍的時代 它的太空船就躲在恐龍蛋的上面 而恐龍蛋生了腳出來 就變成了太空船 有了恐龍的暴龍的腳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演繹故事 對這件作品的 想起電影 叫Wall of the Rose 就是說 那些人類在很多年前 已經在地球埋藏在地球 然後就刺激侵略地球 而那些人類的太空船 就好像這樣 如果從機械角度看 這個鐘的設計 一點都不複雜 油絲擺卵 琴綜系統 這些基本都有了 不過發條鼓 就長一點 因為它是有八天保留 意思就是說 你上滿了一年 它行足整個星期就多了 從男性角度看 是一個玩具 給你一個幻想的空間 它打破了一些時鐘 或是台中的突破 是成為了一件裝飾品 令到你家裡的家居環境 增添了一份很獨特 很有朝氣 很有趣的一種風景 這個水墓鐘很特別 這塊外面的綠色是什麼呢 是一些意大利人工趨製的玻璃 它要遷就這個形狀 所以它的時計顯示 就不是傳統的 有時針不分針 是在Rings顯示 現在這樣看 是座台 但原來整個鐘 可以吊上來 就像水墓在海洋裡 飄浮游游游 設計來說 是挺天馬行空的 它不是單單是一個時計 它能夠提升到 是一件藝術品 這個品牌叫MB&F MB是這個品牌的 創始人的英文名的 Initial F就是Friends 朋友 很多大牌子 它裏面有很多 watchmakers 也有很多藝術家 一起坐下來研發一些手錶 但你永遠看不到 幕後工臣那班人的付出的 努力和努力 但MB呢 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把這些幕後工臣 拉穿出來 在前線 這件有幾件想去的 我們小孩子 特別是男孩子 從小到大 就被機械型的卡通片吸引 MB&F 老闆 都是一個大門口 都很喜歡 去小孩子 見過或看過機械型的元素 加入它的品牌裏 琴重系統 是手錶或時計的心臟 它擺了陀螺頂 心口 一邊是時 一邊是分 其實設計都很分明 不過有一個很聰明的設計 我不得不讚它 基本上要上鍊 它的鎖匙 是成為了這個機械型的一部份 你永遠不會不見了鎖匙 大家猜不猜到 它的鎖匙在哪裏呢 猜不到呢 我開猜了 這條鎖匙呢 就是窗裡 這條鎖匙 它要上鍊的地方 就是機械人的後面 就是這個位置 只要我在這裡插進去 上鍊 完成了 然後把它拿出來 那怎麼辦呢 調轉去 插進去 就成為了這個機械人的窗 你又不會不見了鎖匙 上鍊後 你就知道在哪裏 那你就不用整天為了鎖匙 那時候呢 要發怒了 最後祝大家聖誕快樂 希望新的一年 有新的開始 嘩 好像有怪獸了 我不趕著了 我到時候趕著回到地球了 怎麼看都好 記得關注我頻道了 喔 喔 喔 1 喔 喔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